500年了 巨人们已经500年没有品尝到人肉的滋味了 如今这些愚蠢的人类竟然将魔斗的种子送了回来 这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随着几颗魔斗落入水中 巨大的藤蔓破土而出 他们要让人类再次感受被巨人支配的 无数巨人蜂拥而上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品尝人类的血肉了 巨人首领更是直接一跃而起冲向了下方的藤蔓 重回人间的感觉真爽 后面的杰克发疯的向军队拨海 国王还没捣清情况 无数巨人已经从森林中杀了出来 怪兽来世需要的不是能跑多快 而是要跑得比别人更快 那在后面的士兵被一把抓起 直接变成了人体网球 巨人的速度明显要快过战法 更夸张的是一个巨人直接扯出了风车 砸向了前面的国王 可怜的国王王冠被砸落都不打回头 巨人们紧随气候而且越聚越多 好在前方离城堡已经雾雨 此时城堡中已经接到了警报 滚烫的热油被倒入了护城河中 将军一声令下 无数火箭将浮面变成了火海 国王跑回城堡后 士兵们就奋力的拉起了吊桥 杰克也显示又显的冲了进来 但双头巨人也趁机爬上了吊桥 将军带人一顿箭雨过去 双头巨人就掉落在下面的火海之中 然而后面的巨人已经追了过来 一个巨钟飞了底 巨钟打毁城墙后 还顺便让国王雕像变成了一名语 很快巨大的铁钩架上了城门 一旦被他们得手 王城就是开了盖的灌脑 眼见如此 国王赶忙让公主去向其他王国求援 但公主前脚刚跑 城门就好像停不住了 点燃的树木被当作燃烧弹扔了进来 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 巨人们还在外面不断地点火投掷 照这样下去 城破只是时间问题 巨人们兴奋不已 看来很快就可以开放了 紧接着几只母舰教他们做人 人类架起了巨型母舰 一发发母舰喷射而出 看来巨人也不是刀枪不入 本快一个巨人取出了一个弹弓 对巨人来说的小名 无但轻易打毁了母舰 还顺势击穿了城墙 其他巨人有样谁样 一锤子将整个塔楼彻底爆销 而密道中的公主和杰克也遇到了麻烦 谁也没想到双头巨人 竟然通过下水道潜入了城堡 杰克和公主被砸得击飞不已 逃跑不及的公主被巨人一把抓住 杰克手持巨骨飞升而起 眼看就要手起刀路 但巨人毕竟有两个脑袋 杰克也落入了巨人手中 眼看就要被生存活泼 杰克从项链中驱除了 今生的一颗魔斗 魔斗直接落入了巨人的大嘴之中 双头巨人瞬间感觉消化不良 很快绿色的藤蔓从他的体内钻出 硬生生将其撑爆 而此时的外面 城门已经被供破 巨人们已经开始准备享用 他们期待已久的美味 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巨大的藤蔓竟然冲破了王宫大殿 巨人们却扔掉了手中的武器 一个个下跪臣服 但显然他们跪拜的并不是眼前的人类 而是杰克手中的魔法王冠